晚上歡迎收看今天台式晚間新聞 我是林茵如 就在今天下午2點半的時候 你有收到停電警報通知嗎 全台灣民眾的手機狂想 就是因為高雄新達電廠電路跳脫 讓全台灣陷入了緊急分區限電 台電解釋 這是因為高雄陸主陸北超高壓電電所的 匯流牌故障 才會導致新達電廠的電路啟動保護機制 自動跳脫 對於外傳是不是因為供電不足才跳電呢 台電是嚴正否認 下午10分台北新一區百貨陷入一片黑暗 逛街的民眾一臉茫然 不只台北 全台各區都傳出停電災情 手機這時跳出警訊 說是高雄新達電廠發生事故 導致全台從下午3點開始緊急分區限電 因為電網為了保護我們的發電機組的安全 當它的頻率低於59.37Hz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跳脫 所以今天保護線路發揮了功能 新達電廠四部機組跳掉 台電出門解釋 直說是高雄陸主陸北超高壓電電所的匯流牌故障 導致新達電廠啟動自我保護機制自動斷電 供電系統一時電能不足才緊急分區限電 不過台電強調這屬於設備故障 絕不是電不夠用才跳電 這回全台實施分區停電影響617萬戶 規模直追2017年的815大停電 當時約有668萬戶受影響 新達電廠附近居民甚至發現 電廠的方向一度冒出白煙 擔心是難道發生什麼意外 還有人說看到新達電廠是不是有冒煙 我們求證一下新達電廠冒煙那是水蒸氣 對於受到停電影響的用戶誠懇道歉 台電承諾會盡最快速度強修 無必要在最短時間內讓供電恢復正常 記者林先生烏香餐台北報導